我收陆云棋给你的聘礼 拿来 这什么玩意儿 全给他扔出去 我回来了 小姐 小姐 这是什么 怎么了 你们 举小姐 这是陆统领 清早缠人送过来的 这不会是 给怀王复诊的谢礼吧 什么谢礼啊 这是那个杀千刀的 要拿你做欠 真是慌疼 你说得对 看来小姐还真是不知此事 我就说吧 不过你跟那个姓陆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清清白白相见生宴 君小姐 你这么说 我们姓可别人不信啊 毕竟之前在青山别院 现在又进了怀王府 之前 你们二人当着 全城百姓的面 起了冲突 这冲突啊 对他们来说算不得什么 但是却成了 你妈人纠葛的谈资了 刘掌柜说得是 怀王的病被你治好 你又历经艰难攻克了窦窗 在这种情况下送来聘礼 少不了有人会想 你跟陆云奇 一早就有来往啊 今日这纳妾之事 你们也是一早就善良好的 这叫什么事啊 我们家小姐 就算要嫁也是正妻 公主也不行 你这丫头 这话可不能乱说 被有些人听到了传来传去 到时候就麻烦了 这姓陆的形势真是恶性啊 君小姐是女大夫 先是给怀王治病 之后就被怀王的姐夫看中纳妾 这事要是传开了 大家会怎么想啊 她应该不是真的要娶我为妾 而是要回我清月 二哥 好 王爷 自理人 说吧 陆云奇要纳君九龄为妾 聘礼都送到九龄堂了 别说 我过去看看 你不陪我了 王爷 君九龄 你就是那个小姑娘 兴君的 世子爷你等一等吧 我们小姐都一宿没休息了 兴君的 小姐 我都说了让她等一等 世子爷死活非得现在见你 聘礼呢 拿来 什么意思啊 让我们小姐娶你啊 你睡懵了吧你 我说陆云奇给你的聘礼 拿来 你是因为这个呀 还笑 你知不知道外面都传成什么样了 快给我 我砸过去 这事 这也让你这么慌张吗 婚娶是人生中最大最重要的事情 你心怎么这么大 那敢问世子爷 一路进来有看到聘礼吗 我 送过去了 没有 是砸回去了 我去砸 他们奈何不了我 但是你的人去砸 十有八九就回不来了 放心 我心中有数